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俄罗斯和乌克兰吧 这个事前前后后就闹了快一个月了 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也从各种新闻上的 到底打不打 美国媒体甚至都非常严肃的预测了 说16号就是今天就要开打了 但是眼瞅着这天都黑了 还不打 然后俄罗斯外长接受那个国外记者采访的时候还说 哎呀 说美国不都告诉你们这16号的日子吗 美国没有具体说到底几点 几点开始打嘛 你们这些美国媒体要知道了 具体几点打 告诉我们俄罗斯医生啊 所以这件事发展到今天 发展到2月16号 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所以至少目前来看打是肯定不可能打了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既然打不起来的话 为什么美国也好英国也好包括日韩 这些北欧国家也好 五眼联盟国家也好 天天喊着俄罗斯要打乌克兰了呢 到底是为什么 到底是会不会打 或者如果不打 但他们为什么要谎报军情 今天刚好跟大家揉碎了 大家聊一聊 一聊这个事吧 又是三岁的孩子死了 又要老生常谈 一常谈就是 这不是疫情了吗 现在什么事都是因为这个疫情 天下这么动荡 其实主要也是因为疫情 疫情了 对吧 各国经济都不好 尤其美国 现在压力挺大的 为了防疫不利 天天发所谓的纾困金 这个钱发的多了 打哪来 现印 印的多了以后 又通货膨胀 国内的经济 这沿透着要绷不住了 急需来一笔外快 试问这天底下的买卖 什么来钱又快 利润又高 我相信这点 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都清楚 只有两个 一个是毒品 一个就是军火 天底下买卖再也没有比这两个来钱更快的 作为灯塔国 绝对是这两个买卖的交易高手 这一直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说到这很多人要问 毒品买卖美国人看过吗 鸦片战争不是英国人搞的吗 没错 当然英国也是这方面的一把能手 美国当然搞过 占领阿富汗的这些年 阿富汗一跃成为这个世界上 90%以上鸦片的来源国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鸦片国 怎么来的呀 就是在美国占领期间开始的呀 以前塔利班统治的时候 塔利班作为一个原教旨主义的 这样的政治组织 按照他们一次来的原教旨主义 他们是严格禁毒的 所以之前在阿富汗 在没有被美国占领之前 其实是不存在这么猖獗的 这个毒品买卖的这样的交易的 也就是在美国占领期间 一跃成为全世界第一呀 90%的鸦片全部都来源于阿富汗 美国人在这里面可是大赚特赚的 所以你看 但是目前这节骨眼上 限中鸦片找票地也不容易吗 他们已经被塔利班从阿富汗赶走了 对吧 阿富汗现在也开始禁毒了 这毒品买卖算是彻底绝了 而且限中限导地 这玩意儿耗时间了 那除了毒品买卖以外 剩下的可就是军火交易了 但是目前来看世界和平啊 大多数的一群没有大规模的战争 哪怕局部的军事冲突 也要不了那么多武器 那怎么着这买卖 这武器要卖出去 那不就得先造一个战争出来吗 放眼全世界 看看哪一块 最容易营造一个战争的假象呢 哪一眼不就瞅准了 这个俄无边境吗 所以灯塔国现在就开始大肆的渲染 战争要来了呀 大规模的战争啊 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呢 乌克兰偏偏就是被一个 不长脑子的喜剧演员统治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 这个泽连斯基的这个内阁班子 他现在泽连斯基组的这个内阁 就是以前他做演员的时候 一群剧组的哥们 所以他内阁班子里面有导演 有编剧 有制片 但是就没有专业的搞政治的政客 所以一个喜剧演员 带着一群拍喜剧的 然后拖着一个全欧洲最平均的国家 就稀里糊涂 莫名其妙的 掉入了美国这个战争 要来了 狼来了的这个故事的圈套 哎呦 吓得是瑟瑟发抖啊 说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俄罗斯要打我们了 那灯塔爸爸说 你不要怕呀 爸爸支援你呀 爸爸支援你军火 所以在本月7号的时候 乌克兰外交部发了一份声明 说陆续已经从美国那接收到了 大概1000多吨的军火 总计金额高达15亿美元的 这样的一批武器装备 大家听到支援这两个字 不要多想 这高达15亿的武器装备 说是支援 可不是白送的 这个绝对不是白给的 有限钱了呢 就结现钱 没限钱了呢 灯塔爸爸可以给你做贷款 这个贷款肯定还是高利贷 那具体他们中间这个怎么交易呢 这个倒是没披露 但是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是 灯塔国爸爸从来不做赔钱买卖 怎么会白给你 再说人家搞这一票 人家就是要赚这个军火钱的 人家不可能白给你 所以15亿 这一下就到手了 可能赚的更多 如果是做贷款的话 回头将来高利贷还利滚利呢 可能就不止15亿了 所以哎呀 乌克兰被忽悠的一个愣一个愣的 然后英国 英国二爹也跟着美国大爸 一起忽悠这个乌克兰 那我们前两天 我相信大家也已经看到新闻了 英国说我们撤出我们的外交人员 对不对 包括韩国日本啊 也跟进了呀 对吧 说一旦也开始 他们的外交部都开始发言说 如果将来俄罗斯 一旦要入侵乌克兰的话 我们日本怎么怎么样 我们韩国怎么怎么样 这个战争氛围营造的呀 为妙为少 反正眼瞅着马上就要打了 乌克兰下了 在国内不都开始争兵了吗 到了上周的时候就更夸张了 美国干脆就爆出来一个 就是我一开始说的 都已经精准地预测了 说16号肯定打了 但是今天这会儿 这还没几个小时 16号就要结束了 看来16号肯定打不起来 那这个时候 俄罗斯在做什么 美国在营造 说马上要打了 俄罗斯不少呀 俄罗斯可能有点二 但俄罗斯绝对不少 在美国上 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俄罗斯还真的就囤兵 15万囤到了俄乌边境 说到这儿很多人就要问 那到底俄罗斯是想打还是不想打 如果想打的话 他到底什么时候打 如果不想打的话 他为什么要配合美国的这个造势 还在俄乌边境囤重兵呢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俄罗斯也不傻 听着我接着往下讲 打他是肯定不会打的 他也不想打 他也没有能力打 我还是那句话 全球疫情 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谁家赶上疫情还发家了 打仗可是要花钱的 俄罗斯肯定是不想打的 那他为什么要囤兵呢 他囤兵的目的 肯定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仗他是不想打的 打仗要花钱 现在日子不好过 但是他肯定也是不怕乌克兰好了 不是吗 他害怕乌克兰加入北约 害怕北约东扩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他囤兵囤在俄乌边境 就在这儿等着 他到底在等什么 等的是让子弹多飞一会儿 所以在等着这个结构 看看其他国家在做什么 比如中国 中国这个时候 我们在开冬奥会 你们就知道嘛 我忙着呢 我忙家里开冬奥会呢 中国的这个态度 也惹得美国英国日韩很不开心嘛 都打起来了 你还不赶紧表态 站边啊 赶紧表态啊 你到底是占乌克兰 还是占俄罗斯 中国说对不起 你们几个忙活 你们的 我这头忙冬奥会呢 然后没有生气了 你中国竟然不表态 好再拉着英国日韩说 我们得外交抵制奥运会 这个事大家也知道 开奥运会前 他们外交抵制奥运会 嘴上说的捂了好风的 代表团来参加 抵制来抵制去 美国带头抵制了 半天动奥会 来的这个代表团 竟然是历史上 第二大的一个代表团 所以我们中国制成事外 忙我们家里这一场生会 这是中国的态度 反正我们不掺和 我们有正经事吗 那另外一些国家呢 欧盟啊 法国 意大利 德国 这时候在干什么 欧盟国家吧 就看着一个个都演的 哎呀这演得挺真的 是不是真要开始打了 这头都已经预测 16号要打了 那头也囤了15万 兵在边境了 这这这这戏 这假戏真唱了 哎然后法国 小马哥坐不住了 对吧 新闻上我相信 大家也看见了 就前两天 小马哥跑去见普京了 大长桌子啊 离着四米远 俩人说话 估计你装个麦克风 否则听不见 去干嘛 就是问一下 因为一旦打起来 乌克兰毕竟是在欧洲啊 战火 肯定对欧洲是有影响的 欧盟国家 还是那句话 疫情影响 日子也不好过呀 就是你就回头城门失火了 万一央急了 迟日雨怎么办呀 所以也着急 这眼头开始看着像演戏 这眼着眼着 这怎么感觉很真呢 着急坐不住了 要跑去了 四米长的大桌子 就快说 哎哥给个准信 你这到底打还是不打呀 俄罗斯那边也给点信 说 哎 你们是真的希望打吗 打了以后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吗 你们欧盟能从中间 占什么便宜吗 你们能卖真火吗 卖不了军火生意 那个灯塔爸爸 已经做完了 所以你们掺和这事干啥 打或者不打 打了你们只有坏处 没好处 对吧 将了欧盟这几个国家一群 就质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那个俄罗斯外长就 欧盟的那个媒体提问的发言 说的就很直接了 说你们 你们这些欧洲人盼着打吗 打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反正我也不直接说 我不会直接发誓说 你放心肯定不打 俄罗斯没那么傻 他这不还等着子弹再飞一会儿吗 但他也不能 因为他确实不想打 所以他也不可能说假话 说准备打 所以就很聪明 反过来说你们盼着打吗 打起来以后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小马哥也就这么 大概聪明人 都是玩正人 除了那个喜剧演员以外 那其他这几位老哥哥都是人精 这么点到为止 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 行 那欧盟这几个国家也放心了 几位老哥哥这是演戏 耍那个喜剧演员的 行放心了 我回来了 所以事情到了今天16号 一切事态就揭晓了 今天有一个特别特别 不是到了16号吗 美国预测的16号要打 马上16号为两个小时就要结束 打这肯定打不起来了 一切尘埃落定了 然后乌克兰那边的外交部 也发现被耍了 因为之前灯塔大的 信誓旦旦的直天启示 说16号肯定打 你抓紧打钱 我把武器给你运过去 这眼瞅着 结果发现上当说骗了 才大弄激醒 今天乌克兰的外长开始 跟媒体说 就是这几天狼来的的故事 这么一折腾 乌克兰的经济造成了重创 尤其就是外貌这一块 外伤这一块 因为天天喊着要打仗嘛 该跑了就跑 小道消息啊 这个没有大媒体报道 就是坊间传说 乌克兰排名全100的富豪 现在跑了 在国内就剩四个人了 好像这四个还是青鹅派 盼着打过来才没有跑 你想富人都跑完了 所以在这一段 狼来的的故事 营造氛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就是乌克兰卖长说 乌克兰的经济损失 每月高达20亿到30亿美元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这个国家要打仗了 谁还敢给你做生意啊 甭管是卖货的买货的 现在早就扯了 所以这就是 俄罗斯在边境城重兵 想要等的那个结果 让子弹飞一会儿的那个结果 说白了就是 俄美两家配合演了个戏 灯塔爸爸就是想赚笔块钱 赚笔卖军口的钱 这一来一回十几亿 到手了 俄罗斯那边呢 不费一兵一弹 至少打击你乌克兰的经济的 这个目的也达到了 这陈接下来的日子 你经济遭受了如此的重创 你也见识到了 美国人是怎么一个嘴脸 被骗了吗 你应该也不嚷嚷着 要跟着爸爸入北院 要跟着爸爸反攻俄罗斯 也看清你亲爸爸的嘴脸了吧 所以说来说去呢 就是这么一场戏 中国一直 我们奔奥运会 我们往家里面的事 我们也不参与你们的演出 我们就等到16号这一天 看着你们几方的演出结束了 我们拍手战个好 演出成功 戏也挺好看 今天在微博上 还发生了一个特别逗的事 就是俄罗斯和英国的外交部 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撕逼撕起来了 这个时候乌克兰肯定发现受骗了 然后肯定在找爸爸算账了 说爸爸你把我骗了 钱也骗走了 你得给我赔啊 人家压根就没有打啊 然后爸爸也得找个说法啊 爸爸就派这个二爹 就开始说了 先是那个英国的外交部 在我们的微博上发了一段声明 他的所谓的我们就是美国 英国什么日韩这样 我们阻止了这场战争 大概意思今天本来要打的 这得亏就是我们没打之前 你看我们都说你敢打 我们就制裁你 我们就吓得俄罗斯没打 本来是真要打的 我们几个人把俄罗斯给招过住了 吓住了 他没敢动手 所以你乌克兰你心里有点数吧 要不是我们早就半天打了 然后俄罗斯 乌克兰没啃事 估计还在想着索赔的事呢 这半天可能一口老血 人都有可能过去 然后俄罗斯看着就是小俄罗斯 直接去英国的外交部的微博底下去怼 俄罗斯外交部 怼去了说 我们在我们俄罗斯的境内成兵 允许吧 我们是主权国家 是我成兵了15万在核武边境 但是是在我们俄罗斯境内 然后就被你们造谣说 要打了要这了要那了各种演 我们在我们自己国家里面 成个兵被你们造谣出来 你们要真的害怕打仗的话 你们也不会造这种谣 所以今天微博上很热闹 所以呢 这一场戏的最终结果是 到了16号 到了今天 总算见分享了 没有打 用网友调侃的话说 就是由于疫情影响 线下战争 现在改线上户怼 在哪个平台呢 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 线下改线上了 热闹吧 政治就是一出戏啊 有点 感谢观看